如果當下 秀慧 你說 這個事情 秀慧披露出來 說她當天很不高興 然後先在臉書上寫了 然後再直播 她自己的直播 開直播哭訴 當天記者打電話給我 我真的是藏二金剛 摸不到腦 我一直在回想 當天到底有什麼事情 當天錄影 我們錄兩集 兩集的特別來賓 到底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真的想不到 我到現在還是想 我從來沒有罵過 有罵 這樣的一種口吻 或者是 猙獰的表情 在那一天錄影 有做這樣的動作 我再次強調 我絕對沒有 我真的很抱歉 又要講到唐重聖 那天才叫標罵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 楊秀慧 他這樣認不認知 我不知道 自我認知 我跟他真的很熟 你看看 我徐新楊去年結婚 我請不到十個藝人 他是其中一位 他今年搬家 還邀請我去 只是我那天真的工作 我到不了 再來一個 每一次的 只要我跟他有同台的節目 不管是我在別的節目 或者他來上我的節目 各位可以找很多的歷史畫面 他勾我揉我 開我玩笑 昏的玩笑 我從來開心已對 我從來沒有當作一回事 錄影本來就是大家反應會很快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丟一句我丟一句 那為了就怕冷場 那有時候呢 可能講話比較快 那個大腦小腦都沒有經過 直接嘴巴就出來了 那是不是 大家又想 聽者有 說者無心聽者有友誼 那當然就是說者無心啊 你都知道說者無心了 那聽者有友誼人 你就當下跟我講 如果當下秀慧 你說 乃哥 你跟我不開心 我跟你這樣說 我就跟你道歉嘛 這有什麼大人了 幾歲了 我六十五 你也要六十了 我都跟唐宗盛道歉一百次了 我再跟你道歉有什麼了不起呢 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秀慧 你看看 你說我錄影 每次用那個比試你的眼神看你 哇 真的冤枉 萬惡啊 我許奶奶的個性 我是心實口快 我是來得快 去得快 我從來不忌恨 今天你說楊秀慧跟我道歉 我講真的秀慧也不用道歉 過了就算了 我不是電視台老闆啦 我不是老闆啦 我也不是綜藝界大哥 我真的不是 我就是個公務員 我沒有這個能力封殺任何人 秀慧 再來天才衝衝衝完 有你在喔 每次你來跟我道歉過 也真的很好笑 你要吃我豆腐盡量吃好不好 我這老豆腐還有人吃 我也感謝啦